美国最近动作频频 尤其是现在又在筹组晶片四方联盟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CHIP-4 但是呢 这美国组完之后 如果把台湾纳进去 会不会来保卫台海安全呢 现在学者有隐忧了 我们带你来看到的是 这CHIP-4里面呢 包含了除了台湾之外 还有日本跟韩国以及美国 那么美国签署了晶片法的行政命令 要发起了这四方联盟 也就是CHIP-4 那么跟台日韩半导体 一起来做抗中 但是呢 韩国的科技业报纸 却认为美国的CHIP-4联盟 是针对台湾而来 他说因为美国认为 台湾的地缘政治风险 已经无法确保半导体的供应链安全 所以现在才要来筹组 这样的四方联盟 那么杨永明也讲到了 美国科技站打压 大陆的半导体产业发展 是要制造业都可以回到美国去 在美国形成一个群聚的部落 所以他就为确保供应链的安全 供应链最好是由美国跟日本结合 那么加入韩国这个组合则是其次 所以他们认为呢 就美国其实还是为了自己而来 而民进党前立委郭正亮也分析了 他说隐含美国早晚可能在军事上 守不住台湾 半导体呢是台湾的重要的战略资产 但是当台湾的半导体战略资产 在全球的占比如果是越来越低 甚至被稀释的时候 那也意味着台湾的战略价值也跟着下降了 那你觉得台海谁还会来保护呢 所以呢郭正亮讲出这样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想一想